美国司法部今星期终于正式对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提出检控 指控她和华为公司总共13项的控罪 其中包括违反制裁依乐的法律和窃取美国技术等 另外数字又显示中国对本国投资去年下跌4成7 究竟案件和家中关系会如何发展 今星期的事实平台 星期日晚8点35分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